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超过99% 价值逼近零 也让比特币以太币大跌 整个虚拟货币市场 一系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 美国新冠疫情累计死亡人数破百万 全美将半期五天致哀 白宫表示美国人处于疫情大流行 Omicron变种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 单日新增冲破14万人 北京周五起三天 倡导居家办公在家休息 民众担心封城掀起抢购潮 官方从严限制公民非必要出境 严格审批出入进政界 美国与东协领袖峰会在华府举行 总统拜登承诺将再投入1.5亿美元 拉拢东协对抗中国态度明显 北京批评美国以台制华 危害区域稳定 全美因幼儿奶粉持续大缺货 父母加入线上群组 交换出售库存奶粉应急 总统拜登出面和大型零售商开会 加减供货并增加进口 官媒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我们选择的是 经济市场上加密货币大崩跌 受到美股的拖累 上演了黑色星期四 稳定币是大崩盘 姐妹币Luna币暴跌超过99% 价值去零 这也让您比较熟悉的比特币 以太币也跟着大跌 也就是说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市值 在英美国家的周四一市之间 蒸发了超过2000亿美元 日本的软银旗下的愿景基金 在全球投资惨赔262亿美金 创下了记录 让执行长孙正义在财报发布之后表示 将要更谨慎 而且采取比较保守的手势 全球虚拟货币市场上演黑色星期四 共2000亿美元的市值 在短短一天之内蒸发 相当于5.9兆台币 与美元挂钩 全球第三大稳定币UST崩盘 让支撑UST的姐妹币LUNA 价值已经笔近零 元老级的比特币也遭受沉重卖压 一度贬到25401美元的16个月新低 今年以来更是跌掉了37% 而仅次于比特币的以太币 则出现16%的跌幅 失守1900美元大关 不过分析师老神在在 但近期的美股暴跌加上升息疑虑 还是引发市场恐慌 频频抛售加密货币等风险资产 而随着科技股步入熊市 让日本软银集团也受害 执行长孙正义出面喊话 因为在他们最新公布的 2021年财报当中 愿景基金投资部门 出现262亿美元的年度亏损 创下记录新高 主要原因就是被投资组合中 还没有获利的科技公司拖累 举额亏损 让这间投资大户 从以往强硬大胆的作风 转为谨慎防御 预测1到3年内会出现再次投资的时机 但加密货币的热潮持续延烧 目前正吹进时尚产业 以耀眼的荧光绿 凸显奢华欧洲街头风 这是知名设计师普莱因 在英国伦敦全新开幕的加密概念店 让消费者可以用25种不同的加密货币 购买里头的商品 就连商品标价 也以QR码取代传统的标签 因为虚拟货币走势 无时无刻都在浮动 来到这间店 除了能选购时尚单品配件 还能逛一逛里面专卖 NFT艺术作品的博物馆 跟上潮流的还有金品品牌Gucci 也即将在美国部分旗舰店 开放顾客以虚拟货币购物结账 因此相较于剧烈震荡的风险 不少国家更看重数位货币的便利性 使用人数更是不减反增 例如东非的乌干达央行已经透露 正考虑发行数位货币 奈及利亚则已经在去年推出自己的数位货币 至于中非共和国 则刚在上个月将比特币纳为法定货币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经济市场相当震动 而今年也是因为极端气候所反映出来的种种异常 也影响到经济 经济带过美国 因为干旱 现在各种灾情是让救火都来不及 加州野火持续蔓延到高级住宅区 有20户豪宅全部被烧光 而新墨西哥州野火的烟雾 把天空全部染成橘色 有如末日景象 美国中西部整个严重缺水 加州的稻田有八成 差不了秧 西部州的玉米田也完全休根 使得农作物的减产 推升了食物价格 美国今年的食物 价格年增长达到9.4% 拉斯维加斯对于浪费水的人 寄出重罚 累贩的罚金从美金80块钱倍数增长 今年已经收到了罚金 超过10万美金和台币300万元 美国加州周三发生野火 火势已经蔓延到了临海的高级住宅区 20户豪宅复支一聚 消防队员还汲取乡村俱乐部内的水塘的水来灭火 强劲的风助长了火势 几个小时内就烧掉200个足球场面积的林地 加州干旱严重 1月10极度干旱的面积只有10% 到了5月已经增加到60% 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同样野火肆虐 天空被浓烟染成了橘色 犹如末日景象 消防队员无力控制火势 数百户民宅被烧毁 往年春季暴雪降雪深度达61公分 但近年雪量骤减 溶病不足 当地高温还不断创纪录 导致野火一发不可收拾 西部内华达州同样严重缺水 拉斯维加斯政府向浪费水的民众宣战 水利单位派出稽查员 开车到住宅区巡逻 举发浪费水的用户 拉斯维加斯当局祭出重罚 累贩的罚金倍数成账 今年已经收到10万块美金的罚金 约合台币300万 缺水带来的另一项重大灾难 就是粮食短缺 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干旱严重 今年已经到了种植玉米的时候 但农地却空空如也 从堪萨斯州到加州地区都面临干旱 这里的农作物产量占全美22% 农民分配到的水量有限 只能让大半农地休耕 导致食物价格飙涨 年增达9.4% 乌尔冲突也让小麦和肥料的出口减少 预计今年美国食物价格还会再涨5%到6% 加州主要产稻米的地区水田里也是一片干涸 官方估计今年八成的稻田不会插秧 剩下能够插秧的农地也是靠抽地下水 但这绝非是长久之计 农民担心干旱再持续下去 美国会出现更多的农业轨城 国际种子和肥料价格上涨 也让美国农民吃不消 周三 总统拜登宣布增加肥料生产的补助 同时要利用科学技术 让植物能减少肥料的吸收 丹佛市的面包店家说 面粉原物料的价格已经涨了一倍 他说不得已要涨价20% 否则撑不下去 不过近日油价稍稍回落 也缓减了通膨的压力 美国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8.3% 略低于3月创40年来新高的8.5% 这是8个月以来首见涨幅缩小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二战之后 联合国把冲绳托管美国 1972年回归日本 而今年是冲绳返还50周年 半世纪来 美军基地的噪音跟飞安问题 让冲绳人始终没有好感 而日美政府持续努力 加速移防 把美军用地乖还冲绳 但现在还没有进全宫 现在已经返还了土地当中 有区域开发成为大型商场 创造上千就业机会 活化在地经地 我们就一起到冲绳去看看 1972年5月15日凌晨零时 由美国同管20年后 冲绳终于回归日本 货币由美元改制日元 接上招牌由英文变成日文 道路方向从靠右行驶 换成靠左通行 作驾习惯追随本土为右驾 然而对冲绳人而言 害怕受伤大于了期待 冲绳返还后 自卫队依令驻扎 被迫与战火共存的冲绳人 强烈反对 日本政府只能将进驻冲绳 列为最高机密 直到一方当天 出发前夕 驻守队员才受到通知 为了与冲绳人和平相处 自卫队决定开放军机民用 冲绳县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 物资分配布军等 若遇到紧急医疗需求 自卫队义务出动直升机 往来本岛屿离岛间 接送相亲立即就医 自卫队将此任务称为 急患空书 与空中医师24小时待命 那把自卫队紧急医疗出动次数 已经破万 当然急患空书任务不会停摆 多年来冲绳人也了解 自卫队的助手不等于战争 反而扛起了救急救命的重责大任 冲绳渐渐接纳了自卫队 但另一项困扰 是冲绳人这50年来 始终无法接受的 那就是美军基地 绝佳的战略位置 就算冲绳已经返还本土 美国政府仍不愿放手 冲绳土地面积 不过占全日本百分之零点六 但全日本有七成美军设施 都在冲绳 几十年来 虽然美军基地面积 已经少了一大半 但近年来 东亚与国际局势变化多端 实际起降的飞机数量 根本没有变少 住在基地周边的人 这50年来每一天安宁 冲绳人日夜盼着基地能早早撤离 除了生活安静安全 归还的土地更有助活络在地经济 本岛中部的北中城村 莱克梦地区 曾是美军的高尔夫球场 十二年前土地返还后 开发为大型商场 不但成为在地人的 休闲购物好去处 更替冲绳 带进每年574亿日元的 经济效益 创造超过6300个工作机会 下一个有望回归的是 那把军港 预计2028年之后还给地主 港口位于那把市中心 是全冲绳商业位置最棒的军用地 地主们都很期待早日拿到 尽快发展成有力在地的设施 只不过就连地主都没把握能如期归还 土地要还 基地得先撤离 要撤离必须找到迁移点 但是没有冲绳人愿意 与美军基地当邻居 新基地无法施工 就只能继续守着旧地点 土地还不出来 冲绳无法开发 而这难解的习题 成了冲绳人彼此的尴尬 回归日本50年后 在冲绳土地上继续拉扯 第一个新闻做不到 看全球各地20多年来 一直传出中国渔船 在别的国家经济海域 引发的捕捞争议 现在情况越来越恶劣 中国政府发展远洋渔业 补贴渔船 但是却放任这些非法捕捞 在他国的海域 可以说是极尽的掠夺 秘鲁的官方这次发声痛批 每一年已经超过了600艘中国渔船 闯到秘鲁的经济海域 捞走5万顿的大型鱿鱼 而中国的渔船会用脱网捕鱼 这会摧毁海床的生态 越界捕鱼的方法 是关掉通讯系统 躲避雷达 这些都是中国渔船 现在已经难引起 南美洲各国诟病的恶习 是鲨鱼天堂 也是保育动物重要棋地 南美洲厄瓜多的加拉巴哥群岛 曾是海洋生物乐园 偷偷闯入厄瓜多经济海域 非法捕捞的是中国渔船 南太平洋渔业国家 北起厄瓜多 南到阿根廷 都受够了这种 常年无视海洋公约 清门踏户的行径 这次发难的是秘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国 非法捕捞的记录和招数 也最惊人 光是闯进秘鲁的捕鱿鱼船队 每年就从秘鲁海域 非法捞走五万顿鱿鱼 等于让当地捕鱼养家的 数千位小型渔船渔民 年损失总量八千万美元的收入 从东北亚到印度洋 中国远洋渔船 违法捕捞已成常态 到了南太平洋 更危及多国上万渔民的生计 中国远洋渔船出征的特点之一是 旁若无人 为掩蔽行踪 关掉船舶 自动识别系统AIS 2021年 光是在阿根廷经济海域内 就有六千多艘中国渔船 关掉AIS超过二十四小时 大肆违法捕捞 如果把外国渔船 看成领土 中国远洋渔船出征的特点之二 就是几乎让他国的领土寸草不生 2017年 厄瓜多海域 就曾在一艘中国渔船上 查获三百顿 非法渔货 也就是震惊国际的 浮远渔冷 999号滥捕事件 当时这艘关了AIS系统的中国渔船 就停在鲨鱼天堂 加拉巴哥群岛附近 但船舱里成了鲨鱼地狱 6623条各类鲨鱼 已被砍去渔旗 变成血淋淋肉块堆在冷冻库里 许多还是保育类鲨鱼 当然鲨鱼旗也是中国客户的最爱 鱼翅的需求量年年升高 中国远洋渔船捕捞的方式 也为人诟病 有些船只整夜开灯引鱼 发出噪音 伤害某些敏感海洋生物 例如海豚的视觉听觉 拖网渔船更是能毁掉 整个海床生态 绿色和平组织明确指出 阿根廷领海边缘陷入生态危机 从鱿鱼到鲨鱼 从海马到海豚 独特的生态走廊中 许多物种都将毁于拖网捕捞 为在渔业与物种永续中取得平衡 南美四国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和秘� 已声明要联手对抗 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队 但这些远洋渔船 由中国政府渔业补贴 以声明要联手对抗 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队 但这些远洋渔船 由中国政府渔业补贴 20年来不见收敛 继续威胁着多国的海权 与海洋生态安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王仲我们要来看的是 现在疫情在两个主要地区 中国跟美国 美国是死灰复燃了 那么又扩大增加单日确诊数 而中国目前在北京方面 出现了抢购物资潮 而北京也开始呼吁 希望市民在这个周末 足不出户就居家休息 而且也呼吁企业 尽量让员工全部都远去上班 北京真的要封城了吗 另外还要关注的是 中国现在有可能 会限制非必要性的出境活动 也就是可能会限制 中国人出境观光 那么中国的疫情 目前究竟是怎么回事 待会为您详尽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法国有个电影叫 燃烧女子的画像 杨明国际 他是有个女导演 叫做森林喜安玛指导的 那么现在呢 他编出了一个自编 自导的新作品 叫《亲爱的同伴》 这部电影是描写 那么刻画母女情 他描述有一个小女孩 能够穿越时空 跟妈妈的童年相遇 使得母女成为朋友 那么在那个情境下 亲子之间 原来在现实里的隔阂 都迎刃而解了 这个片子带着我们 踏上时光之旅 童年记事加上魔幻的元素 这位法国导演透露 他是深深受到 日本动画大师 宫崎俊的启发 与疗养院里的奶奶们 一一道别 外婆病逝之后 奈丽和妈妈重整情绪 收拾行李 踏上了归途 他们首先来到外婆家 一家三口准备着手 打扫老屋 整理外婆的遗物 奈丽第一次来到这里 对妈妈的童年生活 充满好奇 那我去哪里做的 在家里 在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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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 我必须要向前进 只是妈妈 触紧伤情 悲伤情绪 始终难以平复 女儿奈丽 看在眼里 这给你了 好处的 在这里 我喜欢这个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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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是一件事 没想到隔天一早 伤心过度的妈妈 不辞而别 妇女俩只好先暂时 揽下大扫除的重任 奈丽在壁橱当中 找到旧童玩 一个人的拍球游戏 因为小球不知去向 无奈作罢 奈丽小心翼翼 走进树林里寻找 偶遇红衣小女孩 在对方开口求助之下 奈丽上前帮忙 不过杳无人烟的深山 红衣女孩的真实身份 起人一斗 突然降下的轻盆大雨 让奈丽来不及惊讶 就跟着眼前这一名 和她年龄相仿 模样相似 还和妈妈 玛丽勇同名的女孩 来到了她的家 这个与外婆家 几乎相似的空间 没有成就家具 室内还窗明激进 奈丽打开房门 探个究竟 证实了心中猜想 智力女性议题描写的 法国女导演 瑟琳喜安玛 自编自导新片 亲爱的同伴 描写一名八岁小女孩 与母亲小时候相遇 当母女成为朋友 原本难以突破的 关系屏障 也跟着化解 耐力不明白 妈妈为何总是 愁容满面 直到遇见年幼的她 两人在共享时空当中 互相陪伴倾听 分享着快乐与悲伤 在平等的关系中 找到理解与包容 即使回到过去 也是望向未来 以没有明确时间 维度的魔幻色彩 展开一场跨世代温柔对话 导演瑟琳喜安玛透露 是受到日本动画大师 宫崎骏作品启发 色灵喜安玛在法国 受到疫情肆虐期间 动笔写下这一段 穿越时空的故事 找来法国双胞胎姐妹花 饰演小母女 生动演技 还获得西雅图影评人协会 最佳新演员提名 电影《亲爱的同伴》 口碑横扫国际影展 还强摘美国烂番茄影评网 97%的超高评价 也被视为是色灵喜安玛 既燃烧女子的画像之后 最棒作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 美中白日化的竞争 东协现在是美国跟中国 争相拉拢的一个区域 美国总统拜登主办了 美国东协特别峰会 周四在华府登场 这是东协成立了45年以来 第一次在白宫和美方会谈 这次以美国为主场的峰会 明显看到东协对于 中国崛起的忧虑 所以更需要一个 权力平衡的机制 找到了美国 东协各国领袖跟美国的外交 国防和经济高官 展开了很多场双边的会谈 美方计划在这个月底 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试图在区域安全之外 有更多经济的诱因 加深美国跟东协国家的连结 美国总统拜登主办的 美国东协特别峰会周四节目 这是东协成立45年来 首次受邀访问白宫 包括汶莱 柬埔寨 印尼 辽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等八国领袖 都亲身出席 菲律宾因为正逢新旧总统交替 改派代表与会 至于去年发生军事政变的缅甸 美方由副国务卿与缅甸文人政府会谈 军方责位或邀请 美国接续去年与东协双边视讯会议上的撒币策略 这次在峰会开始前 就宣布投入1.5亿美元 在基础建设 海上安全 以及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与东协各国展开深入合作 展现诚意的同时 也默默排除中国 为止两天的特别奉会 东协领袖们马不停蹄地 与美方官员展开双边与多边会谈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在会议中表明 希望能与东协建立起更稳固的供应链关系 防范中国的态度不言可遇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与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帕拉玉会谈中所透露的访问行程 使他上任15个月来第四趟印太行 彰显美方对印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 中方愿在未来三年 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 美国对东协积极拉拢 北京也不甘示弱 不但去年底在与东协的市郡峰会上给出15亿美元承诺 更透过今年起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RCEP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东协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北京还在美国东协特别峰会召开当天 与东协以及日本南韩展开东协十加三财长视频会议 就深化金融领域合作 促进地区经济复苏进行讨论 至于东协国家 面对中国崛起造成的安全与经济上 威胁和压力持续上升 对美方积极示好并不抵触 这一点从美国曾经的宿敌越南态度可见一斑 但东协国家并不乐见区域自主性的削弱 或是得被迫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 因而同时与中美双方保持有点近又不会太近的关系 甚至借力实力达成自己所需 以成为东协国家的自保之道 东盟不愿意放下眼下的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 更不愿意成为中美对抗的前线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东协各国感受不一 例如缅甸 辽国 柬埔寨等国家 就因为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紧密 亲中态度明显 但新加坡 马来西亚与越南对中国警惕较深 相对更愿意利用美方力量来制衡中国 这让本来就相对松散的东协 内部意见更难整合 目前中国与东协的双边贸易额已达六千多亿美元 几乎是美国与东协国家的两倍 而美方计划本月底正式提出的硬态经济框架 就是想在安全议题之外 向东协国家提供更多经济吸引力 尽管成效多少尚属未知 但中美双方在东南亚与印太地区的较劲 势必持续激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的疫情 比较值得关注的最新发展 是中国大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 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要严格审批出入境的政界 那么看得出来对于疫情反复 现在从出境来管制 上海的新增感染数又回升了 因此防范区也筛检出阳性确诊 官方定下目标说 5月中旬那不就是下个礼拜吗 要达到社会面的清零 得且走且看 北京呢 社会面仍然存在着隐秘传染源 从5月13号开始 北京有12个区要连续三天检测 这段期间 北京不断倡导 居家办公也倡导 接下来的星期六日 希望市民居家休息 不出户 那么这个劝告一出来 北京掀起了封城恐慌 开始疯抢物资 想跟着排队 却看不到队伍最尾端 北京又掀起物资抢购潮 超市里头景象更夸张 货架上 生鲜蔬菜被扫空 13号一早 店家更是提早开门 准备比平时还多的货量 今天的备货量是平时的三倍 尤其是蔬菜鸡蛋的备货量 更是达到了平时的四到五倍 印发这波封城恐慌的 是北京疫情再度升温 单日新增感染数50例 官方认为 社会面仍存在隐匿传染源 下令13号起 12个区要连续三天 做核酸检测 倡导戏夜居家办公 接下来星期六日市民能居家休息 不出户 我们将有序组织区域核酸筛场 期间只是倡导市民朋友 减少流动 所谓封城 寂寞 都市谣言 抢菜 囤购 更没必要 尽管官方正式辟谣 绝没有要封城 不过北京几乎天天加码防疫规定 地铁至今已有18条线路 92个站关闭 接到人流锐减 状况犹如上海疫情初期 也难怪人心惶惶 就怕一旦封控 要解除很困难 我们也应该看到 目前层级并不稳定 反弹风险依然存在 在老旧小区 城中村等重点风险区域 还要继续推进 拔点攻坚工作 12号上海新增感染数略微返升 回升到2096例 在防范区又筛减到阳性感染 因此即便被列为五亿社区 也不能够解锋放飞 希望各位居民做到足不出户 社区做完核酸检测 紧接着是全区大消毒 居民必须得遵守足不出户 外送员送货物来 也不能亲自面交 一律由社区管理员送上门 上海严格的管控更是让企业即使复工 产能和效率无法恢复到百分之百 像是上海邮政快递运力 目前也仅恢复到常态水平的六分之一 不管企业如何努力 受制与封控就无法彻底摆脱影响 现在官方终于定下社会面清零 具体实现时间 我们目前提出来的目标是 在本月中旬能够实现社会面的清零 届时将要实施有序的开放 有限的流动 有效的管控 分类管理 严格之一 五月中上海可能有机会迎来一波放宽 但另一方面 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 针对疫情反复不停 表示将从严限制中国公民 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发挥移民管理职能 支持并配合上海 北京等地的防疫工作 打好疫情防控签灭战 阻击战 严格审批出入境政界 网络上立刻流传 大陆停办护照申请 甚至有人入境时护照被检烂 但都被官方澄清 并无此事 大陆为了捍卫动态清零 紧抓防疫不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看一下美国 印象里面 美国解封 日常生活回归正轨 但是美国各州的确诊数 全面扬升 而美国全境累积的死亡人数 破了百万大关 目前因为欧欧亚新变种升温 在5月11号 一天就增加超过14万例 美国7天平均新增8万多例 美国的住院人数又上升两成 现在只有17%的美国人 还保持社区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避免大型活动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那么美国看起来是防疫疲劳 美国总统拜登召开 全球新冠峰会的时候说 疫情真的没有结束 那么美国必须持续抗疫 那么同时采取 继续加强注射的作为 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 终声再次响起 因为美国新冠疫情 又迈向一个里程碑 死亡人数破100万大关 这天敲钟1000次 每敲一次代表1000名病没者 美国总统拜登 下令白宫等公家单位 和军方设施讲半期 向亡者致哀 两年一百万人丧生 这个曾经叫人无法想象的数字 就这样发生在世人眼前 那代表美国每327人 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 比整个旧金山或西雅图人口还多 1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也带领议员在国会大厦外默哀 这一百万不只是个冷冰冰的数字 代表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加州这对父母身后留下五个孩子 身为护理师的妈妈 在生下第五个孩子一周后过世 她丈夫两周后撒手人寰 他们都无缘见到新生儿 现在孩子们跟祖父母一起生活 这些生命缺口恐怕永远难以填补 美国第一位非裔国务卿鲍尔也是其中之一 纽泽西州这个海滩沙曼把过世兄弟的名字写在石头上 没多久就有三千多块病牌 在洛杉矶十多岁的女孩透过拼布纪念离开的人 也抚慰他们的亲友 不过坏消息是美国原本降温的疫情又悄悄升起 全美五十周有四十四周新增确诊攀升 十一号一天就增加十四万六千例 七天平均单日新增八万四千例 比前一周增加百分之三十 每天平均三百多人死亡 但最新盖洛普民调显示 近百分之三十一美国人担心感染新冠 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比例都降到最低 比起疫情 现在美国人更担心经济和通膨 白宫预估今年秋冬恐多达一亿人染疫 白宫防疫协调官预测 针对Omicron的次世代疫苗 到时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力 英国最新研究也显示 MRNA的莫德纳或辉瑞BNT第四剂 可显著增强免疫力 且没有太大副作用 目前美国核准50岁以上成人打第四针 不过全美完整接种率至今只有66.4% 当中仅4成6打了第三剂加强针 至于6到11岁的儿童疫苗 除了辉瑞 莫德纳最新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临床数据显示对孩童也具相当保护力 正在寻求美国FDA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 这两家也都向FDA申请核准6岁以下又同疫苗 FDA可能最快6月批准 提议新闻做何报道 Focus留在美国 我们第二次的关注美国婴儿奶粉大缺货 情况越演越烈 目前43%的配方奶粉全部货架上都买不到 除了疫情打乱供应链 最主要原因还是2月份亚培大厂传出了细菌感染 它紧急召回有问题的密西根厂的奶粉 那么使得市场的情况供货紧缩 美国交集的异幼儿父母加入了线上社团 这社团用交换家里的配方奶粉 或是出售库存奶粉来应急 这问题已经烧到了白宫总统拜登的 出面会商大型的零售商 希望他们加强供货 也承诺会赶快增加进口 专家呼吁美国这些异幼儿的家长 在没有奶粉的时候 不要再执着单一品牌 而且千万不可以稀释或者是自己DIY配方 超市货架上一片空荡荡 全美配方奶粉持续大缺货 让家长急得直跳脚 抱着仅七个月大的婴孩 这名妈妈焦急的巡片夏威夷欧湖全岛 而在距离大约四万英里外 爱荷华州的新手妈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这是如今美国上下新生儿家庭的真实写照 根据数据公司有超过一半的配方奶粉已在八个州断货 全国大范围则是43% 有不效的商人囤积以外 疫情打乱供应链 以及因而奶粉大厂亚培 在二月传出细菌污染事件 紧急召回旗下部分产品都是主要原因 不过令家长不解的是 问题已经延烧多月 怎么还未缓解 亚培表示如果通过FDA的审查 最快能在10天内恢复供需 白宫也在12日表示 已经会见大型零售商 也会从国外进口加强供应 另外也不排除动用冷战时期 国防生产法来提升产量 尽快补足缺口 不过就怕等到供货平衡 会有孩子先饿到 有多于母鲁的爱心妈妈紧急捐赠 位于密苏里州的母鲁银行 甚至因为捐款量大增 得先暂停接收 一般来说要捐赠母鲁的妈妈 必须经过严格的筛检和审核 只有健康状况良好 而且母鲁超过自己宝宝需要的妈妈 才能捐赠 另一头则有妈妈发起 线上互助社团 把家里多的配方奶粉 以交换或是出售的方式 一同渡过难关 专家也在这时候跳出来 鼓励民众不要执着于特定品牌的奶粉 孩子也许一时会排斥 但是只要几天就能适应 专家同时警告 千万便因为手上奶粉不够 就加水稀释 这样只会让孩子生病 也不要自行找食谱再加DIY 不过这波缺奶粉潮 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缓解 分析坦言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缓和的迹象 将在持续一段时间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批评 是政府应对缓慢 任由情况持续恶化 这次奶粉荒 也让拜登政府的施政 面临考验 TVB新闻综合报道 确实拜登现在内政的挑战 一波又一波 全球爆发不明儿童肝炎的疫情 现在美国CDC统计 美国已经出现100多个儿童案例 其中15个儿童需要肝脏移植 还有5个幼童重病死亡 统计显示 染上全球急性肝炎的儿童 年龄的中位数是3岁 而这些感染不明肝炎的病童 都曾经确诊过新冠肺炎 因此 有一声怀疑 可能是新冠导致 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还需要尽速厘清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周末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下回 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